改变人生的事件确实会发生 很多人在人生中经历了生命改变的事件 改变人生的事情不断发生 并且将来还要继续影响很多人 他对基督徒大敲大叫 由于他不喜欢基督教信仰 他就决尽所能地迫害耶稣基督的信徒 这个人就是保罗 他那是全世界基督徒尊敬的人 他曾经遇到生命改变的事件 在迫白基督徒的路上 耶稣基督因慈地向他显然 其余就是历史了 朋友耶稣基督可以使你变得更好 基督徒救赎主的信息 会影响你的亲朋好友的人生 若我们思考保罗的说话 你若口里应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清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请你向神提问 亲爱的耶稣基督 你可否让我的未信主的亲人 体验到你奇妙的爱呢 请你实此所学的真理 求神让你未信主的亲友 体验到他奇妙的爱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和悟导的朋友分享 你归信耶稣基督的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